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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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东西是过去中国很多人赏花也就是这样 那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它又不是谈生意 也不是谈艺术 也没什么好谈 就是一种纯粹的超然出去 没有任何目的的在那边有赏 可是呢 我觉得有 我觉得更好玩的是 日本赏花这个东西啊 已经赏出一种政治东西了 怎么说 你像樱花这个事 樱花我们今天很多人一谈日本跟樱花的关系 就马上想到就是生命啊 死亡啊 武士道甚至 是不是 后来武士道最喜欢谈樱花 樱花那么早就全都落下来 全死去 然后他们甚至又来形容神风特工队的队员 你看当年他们号召神风特工队的时候 都讲樱花 每个人都讲樱花 就说你们要像樱花一般 在生命最参丰 然后啪一下落下去 然后这个落春下来呢 滋养我们伟大的皇国神土 全是这个 就变成一个很军国主义的象征 樱花在日本 但你看反过来 呃 当时的国府啊 国民党政府 就后来的台湾标榜是什么呢 就梅花 梅花 其实这两个国家的这个花 都是在这时候赋予了政治含义 对 梅花中国从来没这个意思 但是梅花讲君子 但是到抗战时候 梅花的意义变了 奥含 奸人 奸血梅花 就是你你你你越大大的打击 我越挺得住 而且更牛更灿烂 哎 所以两个国家同时你看 都把花跟政治越搞越紧密 越搞越紧密 整个花的意义全变了 没错 其实呢 这个花就是花嘛 女生就是女生嘛 文涛就是文涛嘛 这个菊花就是菊花嘛 其实不用想的很复杂 最开始赏花的意义 就像文涛讲孔子说的 三四个人四五个人 到风里去到花香里去 对 体会一下另外一个 比我们人相对短暂的生命 而已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就说是不是因为咱们生活 忒挤了哈 就这个闲情意志啊 闲情意志太少了 那你还接这么多活 哎呀 又不去吃喝 我就是个例子 真的就是就老觉得 这个钱挣不够 老觉得就说对未来啊 充满危机感 其实我跟你说 你够了 是老想逃币 嗯 老想挣够了钱啊 逃 逃 你知道吗 去看花 挣够钱去看花 有这么一种意识 就是啊 存在着某种想法就是 哎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一切 所以我得加紧挣钱 对吧 什么时候我可以离开这一切 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大部分人因此就变成什么呢 今天在职场里面的人 想的都是提早退休 对 他们把工作跟闲分成两人生的两个阶段 我现在是属于工作忙碌的阶段 你刚刚讲所有的闲情意志 我都留给后半生用 那为了要让后半生闲的时间够长 闲的好 我现在得特别忙 那么终于忙到有一天我能去闲了 可是我见过很多人 他就抑郁了 没错 他要不就抑郁 要不就怎么样呢 很多人就是他忙到有一天 他就算真提早退休 他发现他不懂得怎么闲 是的 嗯是吧 对那时候他看花 都看不住 哎我看什么 接下来呢 看什么 然后还是看我手机 是吧 或者回头想 这花能不能够拿回来搞个什么项目 对 一看手机发现没有一百个邮件 发现要好失路 对对对 陶渊明讲的那个 就误入陈网中一去三十年了 一去三十年 但是你看他那个心情 嗯 他终于想归隐家里的时候啊 就什么 周遥遥以青阳 风飘飘而吹衣 哎呀 我觉得写的他那个 哎呀欢欣鼓舞的心情 我要回家了 我终于离开你们这个官场啊 你们这些 乌烟瘴气 我跟你讲 其实咱们现在特爱说什么接地气 嗯 但是你要挣钱 你就得接地气 对吧 可是老实讲 这个地气就是乌烟瘴气 很多时候你 您都去啥地儿 哈哈哈 不是 我我我就是觉得 其实咱们的这个现在的生活啊 搞的就是 你比如像日本人 他也在很辛劳的工作 很辛劳的劳作 但是呢好像你会感觉到啊 他也是比较干干净净的 他的秩序也是比较好的 他的城市也是很漂亮的 哎 我们但他们常过老死啊 差一句啊 嗯 我隐约觉得这里边有太强的二分法造成的问题 嗯 你太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嗯 就会出现刚才说的这种问题 没错 结果你实际上可能到最后两个都没得到 其实没那么大区分的 你说何必说分的那么仔细 到时候有可能我就一直做到七十岁 一边工作 一边玩 玩里带工作 工作带玩 保持一个合适的度 这可以一直过去了 这个人生艰难啊 嗯 你是很难想象的 嗯 我就不要说我自己了 对吧 我我从我自己 我就能够想到中国无数劳苦大众 你知道所以说 为什么讲什么闲情意志啊 太奢侈了 我跟你说即便是一个中产阶级 嗯 在中国 你就说你就突然看这个人呢 铁了心就挣钱 甚至你就说这人怎么现在唯利是图啊 嗯 可是你不知道 嗯 也许嗯 他们家的老人 卧病 在床 嗯 一年可能是非常高昂的医疗费 也许他 嗯 有几个家庭需要这个供养 就是这碰上事了 你知道吗 而这个事在中国这个社会啊 那简直 我这么跟你讲吧 前两天出了 前前一阵 你知道出了一个事江苏披州吗 那真的就有这样的是 荒郊野外 把一个一个老婆 老太太像油塞结烤一样人在那了 就等死嘛 当时就所有人都在说 说债家人一窝的畜生 你们怎么能够对待这个老人这个人渣 对吧 这完全可以理解 也说的是对的 可是你知道 我有时候想起一些复杂的情况 嗯 你比如说你说咱们还算城市人 如果你们家老人出了什么事 你当然要负起责任来 嗯对吧 要要要要照顾 要什么的 在农村呢 老人要这样就叫坏了 嗯 坏了就是 每天给你一碗粥吃就算不错了 他家里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 怎么照顾得到你啊 嗯 最后这老人在医院住不下去的 一身入床啊 你知道一身入床啊 那就躺在床上等死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知道 这个 挣的那点钱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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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费就像一个血盆大口一样 是的 所以我就说 咱们过去有一个贫困线以下的概念 就是说你这个人啊 嗯 我理解你到了某种中产阶级的生活层次 我们可以讲一些 哎 这个把生活当成娱乐 哎 怎么样把爱好跟什么结合在一起 这都是在一个水平线以上 嗯 咱们讲人的哲学的时候 嗯 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 嗯 你简直你那个处境啊 你还到不了人的这个 是分两类 一类呢 就是温饱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温饱问题呢 你说解决不了 谈这个把时间花到别处 是很奢侈的 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也从另一个角度 你也看到很多已经过了温饱线了 就涉及怎么看待自己的欲望 哎 这是这个问题 对吧 另外呢你刚才说这个激患这块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医生 那又存在 另一个问题 这个另一个问题是 出于某种疾病状态 某种生生理状态的时候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生命 以及社会也好 周围人也好 应该给你提供什么水平的保证 这么说吧 有很多悖论的 嗯 这个具体我就不提谁说的 像美国 号称民主啊 百分之八十的钱 花在百分之十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老人身上 是 不该治的 这个政治不正确 对 就是花钱 如果你从效率上来讲 是很成很成问题的 但是东西一打开 对 又是一大堆争论 可以 医疗面前 人是不是应该平等 嗯 可是我觉得 我听你这么说 我就觉得它是个有有道德的社会 嗯 就道德的社会 你有些这个老老人呢 好像都爱讲像李光耀似的 咱就实在不行把管的 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都不会选择 只要有能力啊 老人哪怕是个职务人 能拖多久拖多久 是最后都是没能力 实在没能力才会这样 你知道 呃我看那天看南方周末啊 看见一个湖南老人院杀人事件 你知道吗 一个民办的这个养老院 嗯 最后连护工都是六十多岁的 然后这个这个民办的他办不下去啊 根本没有钱欠了半年没有发工资 最后这个老头护工我居然就疯了 嗯 拿着一块板砖 哎呜我就拍嗯 因为他跟这些个老人 在养老院的老人聊天的时候 他这些老人都跟他表示过不想活了 嗯 他既然不想活了就别慌了 我帮你们吧 帮帮帮 十几个老人拍死至少都有八九个 嗯 就这一路拍死 那你就就就就这种事情 但你刚刚说那个是一个 冯老长讲的是个医疗伦理问题 就比如说 你念哲学也常讨论这种事 比如说在有限的医疗资源底下 你今天假设病房来了一个 儿童六七岁有个病 他不治就得死 然后另外一个老人七八十 那么你不治他也得死 好你先治谁 这是很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很麻烦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然我这是完全假想的个案 但是当你把它上升到整个社会 其实它是现实的 就医疗资源应该往哪处集中 又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救这个小孩的命 嗯 有可能要花三百万 嗯 但这个三百万如果用在三万人 三万儿童身上 有可能让他们的总体寿命延长 是 十年 嗯 怎么选 其实有很多一道医疗这块 很多问题变得不是那么 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阶层问题 就文韬你刚才讲那个事啊 你想想看 今天为什么很多会骂你刚才说的江苏那个事 嗯 说怎么人把老人扔在街上 是禽兽 对 这么骂完全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想象一下 那种人的处境 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农村里面家里面的人真没办法是吧 我们今天中国最麻烦的是什么 我们任何人对这个国家产生一种想象 说我们中国怎么样 我们中国怎么样 我们都忘了这个中国很大 是很大的 每个阶层看到的中国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住在北京城市居民 其实你生活有一定保障有一定能力 你会说这人怎么能这样 这父母能这么老人能这么丢在街上吗 在中国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就会感觉到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是能够去日本买马桶盖的人 我们国家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中国还有一亿贫穷人口 十三亿人之中有一个 十三分之一的人是贫穷人口 一亿人啊 一亿人什么概念想想看 那对他们来讲 你完全脱离现实的说你老人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国家又不到位 社会也不到位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 为什么中国人就是没有闲情意志 挣钱就挣疯了都觉得不够啊 用不着多么贫困的人 中产阶级收入较高的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假如家里老人出了个职务人 你看他是学医的 你这职务人 那么其实大多数中国人感情上啊 是不会给他拔管子的 那么你知道 法律上可能也不行 法律上可能也不行 好 那么就为如果维护他维护这个职务人 这个经济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足以把你这个家庭 你你还有孩子呢 你还有你自己的日子要过啊 那么你说哎 说这个老人的那点这个医疗费啊 我跟你说 中国的报销是很有限的 虽然有保障 他只能报一部分 而且甚至是 越是这个职务人 他到最后抢救生命的时候 这个药越贵 用进口药 但是那个贵的药 是不在我们的报销的范围内 那你说怎么办 你你这个事你他 作为孩子来说 你说他能不挣钱吗 或者就挣多少他够呢 所以你挣钱是有道理的 我听明白了 明白了 还项目是有道理的 就我我我 我就深刻体会到 为什么 我不知道美国 或者说其他国家 他怎么 美国也很严重啊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解决呢 是这样的 他是 以公平性 在某种程度上 牺牲效率性 是 还在往前走着 美国GDP 百分之十七点八十八 具体数字我不太清楚了 但一定是百分之十五以上 呃 前几年有数字是十七点八 我具体忘了哪年了 GDP哦 花在医疗上 嗯 美国的GDP比中国要大嘛 对吧 原来是大两倍 现在可能不到两倍了 嗯 中国百分之六都不到百分之五 曾经百分之四点几 他呢 好了 那如果是急症 在某些时候 穷 重症 国家是不能推他走的 嗯 院是不能推他走的 你该怎么治 还得怎么治 给你斗文涛的怎么治 给你这个斗ABC 也得这么治 他是这么 但不见得是说 跳出来 又不见得是说最好的 最好的制度 对 你知道我们这个 说这个P州的这个 这个P州当地的官方就讲啊 第一就不是我们本地人啊 嗯 是越境是越境一气 再有一个你骂他家里人 他还真未必就一定是孩子扔的 嗯 有可能是机构扔的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 养老院啊 养老院呢 嗯 一期到荒郊野外的啊 那你是 不过你刚刚讲说挣钱有道理 这事啊 我又想回头讲 你刚讲工作休闲这个关系 嗯 通常中间提到工作跟休闲 这二分是不对的 我就忽然想起来这有道理 为什么 嗯 我们看马克思开始谈阶级问题 谈劳苦大众 劳苦大众这个观念很有意思 就是呃 当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知道 种地不容易 历历皆辛苦 但是呢 从来没有个概念叫劳苦大众 欧洲也一样 别的国家也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学者就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产物 嗯 什么意思呢 就资本主义以前大家工作苦则苦矣 但不太一样那个苦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东西吧 就以前的中古时代 中国也好 欧美也好 我们是没有所谓的放假的观念 你没有注意到比如说 跟着天走 对 你想想想一下 呃 两三百年前中国人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吗 周休二日吗 不 没这回事 嗯 你该干活还干活 那以前人不都累死啊 架都没得放 也没有 也不见得 而且还不比现在累 那是为什么 就是当时他整个所谓工作跟休闲 是砸合在一起 而且跟天是连在一起 对 比如说你整个冬天可能都不干地 没错 都不种地了 对吧 陶渊明的乐趣本质上是农民的乐趣 是农民的 而且他就算在工作 他就离开了天天看公文 看email的这个 对 对了 反而只有公务员才放假 中国是汉朝的时候就开始 公务员是做十天修一天 老百姓没这个 所以你公务员过的那个日子 不叫人过的日子 某些公务员最开心 你讲的好 父母死了 你讲的好 你讲的好 所以冯唐提倡的这个趣味 其实是农民的趣味 他是工作和休闲 柔和到一块的 而且他平常 你比如说我看以前欧洲的那些记录 写他们那些老百姓 城市居民啊 商人也好 又烤面包师傅也好 他其实工作时间也不算 也不算短 他很早起来要做面包 但是他做的时候呢 他觉得挺舒服 他感觉我不像是在忙什么东西 他觉得 而且他还有宗教信仰 我烤出每一块面包都在歌颂上帝 然后平常大家走路也慢点 说话也慢点 没那么忙 所以他整个工作状态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当你刚说我们需要闲的时候 这恰恰说明什么 他们那个年代不会考虑闲 闲是什么人在想的呢 就是当你的工作本身已经发展到过度负债过重 压力太大 你才开始想闲 没错 所以以前中国人讲闲的是什么人呢 讲的是世代富阶层 其实要按那个时候的人性来说 现在的人都是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因为就是现在资本主义的这种方式 要求你在短期内这段时间 完全集中干一个动作 你看周卑林最典型 就马克思后来就讲一个概念 我的时代内容 人的异化 就人一变成工具 你就变成蹭蹭蹭蹭 你就是短时间 富士康 他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不是人了 他非人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马克思讲 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 非常有意思 你变成了另一种人 机器的一部分 甚至你把这个推演开去 我就觉得特好玩 你比如说啊 这里边你看咱们现在电视台 特爱讲叫专业激情主义 可是你知道 比如说狗仔队也有他的专业激情主义 你知道吗 当他去干这件 那当然 他就是他的理想 我一定要拍到你的漏点照 没错 这个是话题你要再发展一步 就好像说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他的理想就是造出爆炸力最强的原子弹 这是我专业的成功 我自我的实现 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个工具 但是你要是过去是个权货人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觉得这玩意儿是要扔广岛炸死人的 所以大家多听的这种聊天是好的 我还记得鲁迅年轻的时候也有一句话 我还抄在自己笔记本上 就像鲁迅记得他自己一样激励我 那叫什么 执着如怨鬼 执着如怨鬼 这够狠的这话 到了一定阶段 是鲁迅的话 是鲁迅的话 没错 过一段时间 像这种东西 不一定全对的 很多事情过去小时候 你遵循的 然后去做的 有可能这些东西带把你带到了今天 但是今天有时候在看不见得是对的 没错 你刚才又讲到这个友善解考 我也想到 就那天他们就说这个老人扔在那儿哈 我那天翻出一个什么呢 呃 就是这个这个敦煌 你这敦煌有壁画 我知道敦煌有壁画 我还知道敦煌有个王道士 还有沙子 还有还有 还有一个湖 对 越来越小 里边有落脑 没错 我很欣慰你还是读过小学的 哈哈哈哈 我是说这个壁画里有一类题材 叫什么呢 我还有人家说邪和也叫这个 壁画里有一类题材叫什么 老人入木 老人入木 嗯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那个时候呢 你要按照今天概念 它也叫仪器吗 他就是老人快死了 是 然后全家人呢 背上点生活用品 叫活人坟 活人木 是 然后把他送到那儿等死 等死 可是那个景况你看着呢 又好像很安慰 因为全家人在这跪着给他磕头 最后的诀别 生活用品放在那儿 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呢 其实这个当时的儒家呀 也比较反对 嗯 因为这种东西呢 是印度佛教的这个嗯 影响 你看这就是感觉到 同样你比如说一气一个老人 咱现在觉得太凄惨了 可是呢 有的时候这个宗教的理由来了呀 他觉得他是念佛往生 是 快死的时候啊 给你一个修行动 然后你慢慢的自己做画的前期 做画原济 没准肉身佛了你就是吧 哎 你看一个理由和观念的改变 但是他实际上都是等死 但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恰恰说明中国这个文明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中国大概是非常早就进入农业时代 才会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还没开始农耕的时候 人类在还在游猎采集时代 一切老人是必要的现象 是必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你整个部落 整个部族 你到处采野果 到处打猎 冬天这下雪要搬另一个地方 你随时移动 你绝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人拖累整个族群的移动的步伐 要不然大家一起完蛋 所以从前的一切老人 在人类我们很古老 就我们旧时期时代 是很常见的行为 你今天挖很多考古 很多的很多的人类海股 就看到是人家年纪一大 或者人受伤了走不动了 孩子生下来不怎么样扔了 就是这样 那是负类 但是当农业社会之后就变了 为什么农业社会之后老人有特殊价值 老人代表的就是书本电脑万维网 他储存知识 所以才开始讲尊老 而越尊老的社会就恰恰说明他们这个社会很早就进入农业时代 而且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对于知识的积累特别重视 但是到现在又完蛋了 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啊 老人得向年轻人学习这个iphone怎么用了 要不就被抛弃啊 所以我觉得冯唐开头说的那个问题啊 是个特沉重的事 就是说80%的钱 要不要去维持20% 老人老年病的这些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就像李光耀说的一样 就是仅仅是推迟他死亡的时间 其实这是个特要命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你的父母 那你的选择 这是另一层矛盾 大部分 我问过医生 大部分中国家庭啊 其实只要有能力就是熬到最后一天 熬到最后 那就拖垮一个家庭太常见了 就是我们这一两代人 比之前要更要面对的 科学进步太快了 想维持一个人的生命 容易多了 太容易可以维持十几年 多维持一二十年 有可能不是大难事 越来越会是这样子 那将来这个成本呢 你这意思你认同安乐死吗 我是自己只能说我自己 我自己认同我自己的安乐死 对于别人我就没法说 这刚才那个议题在美国是不能碰的 提都不能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你提 要不然说你这个人 没说真话 没脑子 要不然你如果敢说真话 说有脑子 你就丢顺票 失了民心 对 而且美国是那么基督教化的一个国家 你想想看 他那么基督教化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呢 就是 但他很快也必须要谈了 因为就像同行讲 整个社会这么高龄化 越来越高龄化 然后人口不断在减少 这所谓年轻人狗啊 在发达国家不断减少 成本又现在越来越高 手段越来越多 成本越来越高 一个月要吃一万美金药